我坐在窗邊 還可以看到下方的風景 外面車來車往是內環路 即是6236內環路的部分 在這裏一路去 是可以去得到30個時間 單單每個人的口味都不同 我很喜歡這種千層酥皮的蛋 現在吃完了 摺下來到牛肉球 是比我放了一段時間 因為喝茶是要慢慢享受的 它又不算很大顆那種 剛才拿上來 仍然是飆煙 只不過是讓我放到這樣 這個是一條條絲 這個是美國的銀行 萬國普通銀行 Hello 各位觀眾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一 又是繁忙的一天 我現在所在位置是沙面島 今天影片是這樣的 我會在沙面島勝利賓館飲早茶 那個茶樓比較特別 8點半才開門 即是它不是主打那些便宜 5折 4.6折點心那種 所以它就不需要很早開門 現在是8點16分 時間剛剛好 沙面島分了東西上島的方法 如果在東邊走到西邊的話 我現在是在東邊上島 上島便會看到這些 這麼有味道的建築物 在這裏是不能夠盡量參觀的 因為是維護中 我想過多一兩年應該維護完的了 因為通常這些古舊的建築 都不是說三幾個星期便可以完成得到 另外還有一種方法就是坐地鐵1號線或6號線 即是往沙站出站 出站的時候走過那條人能天橋 直接就可以上到沙面島了 今天我是在文化公園E出口過來的 如果大家是很趕時間的話 我建議就是在往沙地鐵站 因為那裏感覺上是會快一點的 因為在文化公園站過來是要繞一條路 但是其實也不是很麻煩的 因為沙面島是很容易見得到的 就是在623路站在地站這邊 看它就已經見到沙面島 但是根據我所知 在沙面島有三個辦法 東邊西邊和中間 如果在中間的兩邊是來地站比較遠的 沙面島可能有觀眾未認識 不奇怪的 這裏其實是以前清朝的時候 是租界來的 所以會有很多 法國和英國的建築物 比如說面前這些教堂 甚至當時一些 那些歐洲風格的建築物 比如好像面前這些 之前去澳門的時候也跟大家說過 如果要在大灣區 我說要找到這麼大片的建築物 就在香港 在澳門和廣州 廣州就以這裏為主 至於我要去吃飯的地方 就在前邊 一直往前走 這樣便會到的了 那個酒店 其實在酒店裏面 就叫聖利賓館 如果但凡略知一二 廣州沙面島的歷史也知道 聖利賓館其實就是 以前英國人的一個建築物 如果按音譯 就叫維多利亞酒店 從今天就變了很多廣州街坊市民 在這裏打羽毛球 神運一下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現在站在這個地方 再晚一點就會變成 沙面小學那些同學仔的操場 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再來這裏還有台灣銀行 或者好像面前這些建築物 有些仍然是居民屋 但是因為很多都是有歷史的建築物 所以它的外牆不能夠 隨隨便便說 翻身過顏色或者拆除 是不能夠的 例如好像這個 這個我猜應該是文宅來的 沒錯了 居民住宅樓宇 禁止入來拍攝 對不對 亦都會有些公司或者機構 在這裏租用作為一個辦公場所 例如說我們耳熟盟場的 可能日化公司 浪旗就是在這裏 或者廣藥都是在這裏 有他們的寫字樓 這裏還有本廠製造屋 這是製造的十分漂亮 是在這些古的建築物裏面 再来 这里就已经是三面小学 之前有几次来到 他们当时还在翻身 现在已经做好了 我先头也记错 应该是那个位置 就是会学校的操场 至于去喝茶的地方 其实就在这里 叫做西关月 其实最近的办法 如果你不是坐地点 在中间那条桥上来是最快的 过去碰碰运气 看看会否已经提早开门 因为还有五分钟就够了 没错了 就是这里是西关月 外边已经是623路 其实这栋楼是胜利宾馆 这里已经写着了 营业时间8点30分 到下午2点30分 我们等一等 在这里步行上去 这里还要写上有什么吃 挺好的 它们的点心是确实不错的 这里写着了 我们上去再慢慢讲 蛋撻是必食的 这么快我就找到位置了 是坐在这个阳台这里 其实它有大厅的 不过我喜欢这里够光明一点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 它们的工作人员 师兄姐姐已经说过了 这里是会热一点的 不过都没所谓 喝茶 正啊 小吃饭 当然了 正如我先头所说 它们这里不是以便宜价取胜的 比如说小店都要18元 茶位是15元一位的 去到星期六日 还是需要加收爆仁支13的服务费 现在它们是白天鹅集团运营的 是的 白天鹅集团已经是 不是 它们已经是白天鹅集团旗下的酒店了 首先最出名一定是蛋撻 这个是必点的 我不记得一小数 多少钱 这个虾鸡王49元 我觉得不必了 还有糖沙翁 香西牛肉烧买 这个很高啊 很久没吃过 红棗糕 荷叶饭 一应俱全 我们就决定是蛋撻肯定是一个的了 还有它们的XO酱萝卜糕 也是很出名的 然后有腸粉 腸粉我决定不吃了 没理由来这里吃腸粉的 鱼片粥 艇仔粥也有 这里是艇仔粥的够正宗 马蹄糕 XO酱萝卜糕 就是这个了 两个这么咸口的点心 其实我想叫凤爪的 以来两个咸口点心 叫甜的食物吧 不是的,蛋撻也是甜的 可以叫做 鳳爪果精种牛肉烧买 香西牛肉烧买 这几款点心的要求都很高 如果只让我选一款点心吃的话 这几款都是我其中最爱的 下单了 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五市的美食 都是那句话 始终不是以价钱便宜来取胜 豉油黄炒面63 干炒牛肉58 我说了好单 原来他们都可以数码点餐 数码点餐的好处就是 不用我们慢慢兑多少钱 但是坏处就是 有些观众未必懂得数码点餐 而且有点点心是没有图片的 有竹星面 生煎包 京冲生煎包 如果有图片我会选择它 不过我都已经下单了 酥皮包 紫姜皮蛋酥 都有 其实我很喜欢吃皮蛋酥 鲜果精种 牛肉烧买 我们叫做牛肉烧买 是33元一笼的 奶皮 麻蓉包 也有 荷叶饭 但如果有人多来 也挺好的 原来他们也有很多新款的点心 这里也有写的 我们来吃一些传统的点心 等食物 嗯 等了一段时间 XO醬萝卜糕就来了 咦 和我上次吃好像有些不同 这样的 它看上去表皮 是没有那么硬的 软一点的 众所周知 萝卜糕里面其实是有萝卜的 是真的有的 有些做得不好的 里面是会 萝卜出水的 它就会很散的 这个呢 看上去还可以 不过感觉上 比我上次 又是在这里 吃到的 要 散了一点 是啊 XO醬萝卜糕 我认为好吃的 是要好像 好像炒那些 嗯 叫做 年糕的感觉 这些呢 即使我快煎 这么好 夹着夹着夹着 都是会裂开的 嗯 但是呢 吃起来是没问题的 如果它未切开的时候 外表再煎 硬一点 可能就会好些 那它应该是 煎好 然后再切开 再跟XO醬 一起去 炒 有少少辣 有那些XO醬 海鲜 干瑶柱的味 是好吃的 调味 我很喜欢它的调味 嗯 不过呢 这款点心 无论是做得好 严重 或多或少 都会 油一点 下边 你会看到很多油的 都是很正常的 如果没有油 其实是不好吃的 你可以 用些蔬菜 垫住 然后呢 晾干些油 慢慢吃 嗯 嗯 喝茶呢 是好说 百倍的 哪 点东西吃呢 有咸有甜 有些油腻的 有些干的 最好有粥 因为我今天一个人 就不要粥 那意思 嗯 又或者叫我叉烧包 蒸包呢 嗯 蒸包呢 各种都挺好 我坐在这个窗边 还可以看到下面的风景 那外边呢 车来车往呢 其实是内环路 即是623路 内环路的部分 在这里一路去呢 是可以去得到沙丸市场的 其实不太远的 如果是开车 不塞车 那算呢 几分钟就到了 十分钟吧 不要几分钟 你一定是要这样 把XO酱放在上面 这样才好吃的 如果不考虑价钱呢 其实是 这个XO酱 萝卜糕呢 是我吃过 比较好 但是如果考虑价钱呢 那你就 嗯 终上水平吧 一路吃 一路喝淡茶 看看风景 其实都挺好的 因为都有蔬菜 蔬菜呢 就令到 你吃的时候 没有那么油理 哇 下面就很大碟 那 那 嗯 其实我觉得这次 它可能 不知道是 炒得不好 因为是什么原因呢 这些XO酱 这些肉 都坠在下面 看上来 好看点 二次从 一旦 也送过来 其实这三款点心 价钱是 一样的 都是 33元 还有牛肉球 以及 还有一个洁汁 我快点吃完 XO酱 萝卜菇 试另外两款 D5C 嗯 下来就是蛋撒 它是这种 洗液的蛋撒 不是很大 像冰冰波那样 那种 蛋撒呢 其实等了多久 嗯 怎么说呢 嗯 我也明白的 因为始终 不是说 预製了 放在这里 反而也是需要时间的 下单才去 煮 甚至制作 嗯 其实我是喜欢这样的 嗯 那些快的 就 见仁见智 那些是主打一个便宜的 试试 摄蛋撒呢 每个人的口味都不同 我是很喜欢这种 千层的 酥皮 蛋压的 很喜欢那些 曲奇皮很硬的 那些 吃起身 那些不适合的 那些好像 蛋是摆上去 当然蛋漿也是摆上去的 但是呢 我们要吃到它融为一体 那种感觉呢 即是说 有点像葡萄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那个蛋漿呢 也都不会说太甜 那样刚刚好的 是挺好的 那样 最起码最低它的价钱 好 至于你说 在外边的蛋撒店 吃不吃到呢 怎么说呢 嗯 要看你很好吃 但是如果说到茶楼那样 我吃到的蛋撒呢 这个算是 数一数二的 外皮这边呢 又够脆的 烘得一些时间 把握着也好 又不是说 放完之后呢 下面这个部分呢 好像很硬的 有些呢 在底部呢 是会一块硬化的 吃完之后 吃的过程中 那它是完全没有 看来呢 它的健身 的品质 都确实是不错的 你起身呢 除非你硬硬捏下去 要不然呢 它也不会说 很融洁散 但是呢 又是这种千层皮的 要分寸把 就刚好 两款都吃完了 摘下来 到牛肉球 那是比我放了一段时间 因为喝茶呢 是要慢慢享受的 那它又不算是 很大粒那种 刚拿上来呢 因为它仍然是标烟的 只不过被我摆到 这样的 这个是 一条条丝来的 噢 这个是金针菇来的 而不是腐竹 那它刺下去呢 都是很紧实的 因为硬件呢 已经看到 有芫荽呀 马蹄呀那些的了 最开心就是有劫汁 这些呢 又不是说好像 冰冰波那么大 拳头那么大的 牛肉球 除非你不喜欢吃牛肉球 如果不是的话 这个一定会爱上 因为呢 它需要 好吃的牛肉球 它的元素呢 都齐齐了 第一它不会蒸到很散 第二呢 马蹄呀 芫荽那些 有的固质 但是又不会是圈君夺煮的 好想芫荽味啊 那些其实不好吃 即使 我不 嗯 好厌芫荽也好 但要注意 它是有柠檬丝的 都吃到有少少不多的 尴尾味 嗯 嗯 嗯 最重要当然就是有碟汁 吃饱饱 最终埋单 一百一十四元 那么 一分钱一分货 就是坐在上面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就是吃的 就看着下面这个 沙基葱 外边是六二三五路 那么 在那个方向走过去呢 就已经是 往沙地铁站了 如果大家回到 广州游玩 沙面是一个 不用错过的地方 那么 来到 西关 来到沙面 找个地方喝茶 呢 这个倒是不错 吃饱饱之后 来到九点三十分 可以在沙面岛 慢慢走一下 即使呢 就算今天 已经变成夏天 因为这里的树木够多 所以呢 其实不觉得太热 的 此同时 这里的酒店 其实都多 比如像这个 这样 又是有个酒店的 不过有个问题呢 就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呢 是广交会期间 所以呢 大部分的酒店呢 价格呢 都是翻了一倍的 比如说 好像胜利宾馆 刚才我们 喝茶这里呢 是要九百六十二元的 实在太乖张 而且呢 低价房还认得一间 那么大把 然后呢 这个呢 是四百七十七元的 如果去到 不是交易会期间的话呢 其实呢 过几天就已经是了 就只需要三百二十五元而已 可能迟些会更便宜 应该是吧 因为接下来呢 都已经有五一节假期 所以价格也都不会变得太低 各位观众 如果你们的时间是许可的话呢 其实 大概五月中旬 你也不怕容易这么计算 五月中旬 回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 当然啦 我也都知道 有些观众回来 四月份是因为 可能会是制造啊 各种原因 回来 广州游玩一下 有时间 那么 四月初呢 四月初是会好些的 当你喝完茶 吃完蛋撻之后呢 又可以在三年岛这里行 很悠正 即使去到星期六日 即周末的时候呢 或者大的节假日呢 这里是会逼满游客的 但是也不会有那种 很烦囂的那种感觉的 因为呢 这里真是那句了 树木够多 与此同时呢 那些童仔呢 还没出来做运动 所以呢 这个区域仍是入不来的 还有很多人是拍照的 你看 穿得多漂亮 就算来到这里 看看古荣树 也是值得来 你看那些树 有多大棵 后面这里呢 就是沙面小学来的了 这个是翻新过的校舍 是很漂亮的 至于小学的对面 这里又是 居民偶来的 大家看看上面 挂满三 那来到这里呢 除了我们先头去 去喝茶那里呢 其实都还会有很多 茶座 我会认为是 比如好像这个这样 那样 那你 因为现在还没开门 在这里 上去坐下 喝杯咖啡 喝杯茶 吃个小点心 看着那么漂亮的风景 那么 独一无二语中 不同的风景呢 是一个很优雅的事情 现在又可以看看 一些欧式的建筑物 其实很多呢 都是很有历史的 我之前也带大家看过 有几间呢 是要看的 比如说 我们刚刚上到 来沙面岛的时候呢 就看到那个 红砖屋的那个 如果我没记错呢 应该是叫做 印度人的 住宅楼来的 因为始终 因为清末 大家都知道 发生什么事了 当时就 禁战争战拜 然后西方国家 就要求清政府赔偿 赔偿了很多钱 那怎样保证到赔偿呢 就是用关税作为赔偿 那些钱怎样 运回到西方国家 法国 英国呢 其实呢 就要在这里 沙面岛 这里 切入一个关口 越海关 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那些钱怎样传回 不是现在有 那个 支付系统的 要在这里 设立一些银行 所以呢 这里是会有很多银行 包括你刚才看到的 台湾银行 据我所知 我不是一个专家 当时日治时期 今天呢 沙面岛到这里 第一 当时的建筑物 是能够保留到 第二 也会有很多游客 又或者当地的街坊 过来这里 神运 每一栋建筑物 都有它 承载着的历史 例如好像面前 这个这样 大家想知道有什么历史呢 其实很简单 那里有一块牌写 比如好像这里 清末文初建 是一个渣打银行 英国渣打银行 当时就在这里 当时其实还有很多领事馆 如果我没有记错 当时的美国领事馆 亦都是在这里 但是具体哪个位置 我不太记得了 这种文是很有东南亚风情的 其实有很多已经变了颜色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 曾经那时候 不过当时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写它当时是什么历史的 都是有些屋 比如好像前面那样 是蓝色的 有些是黄色的 有些是黄色的 像我们去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看到那些建筑物 包括面前这一栋 面前这一栋 都是黄色的外墙 当然很多都是石米外墙 你说会不会是因为 建国之后有翻身过呢 亦都不足为奇 可以他们这里 都会有一些工程翻身 比如在这里 可能做一些排水管道 好 这个就是美国的银行 曼国宝通银行 我们来到沙满岛 有个地方 是一定要去前面那里 偶尔会看到有些发烧友 在那里唱歌 在那些短视频频道上 都见过有很多发烧友 唱得很专业 现在过去看看 不过看看就算了 因为有很多版权的原因 我们也过去看看 就是面前这一栋 应该叫沙满公园吧 我不太记得了 曾经有一次 5月1日 应该是去年的时候 我带太太和女儿来这里 还有啤酒节 今年有没有就不知道 有都正常 面前这个叫做江边 会见到很多发烧友在唱歌 现在有很多人在神韵 做祖操、跳舞 在这里 可能那几位艺术家 还未来到 很精彩一开始 有很多人围住在这儿听 现在就是叔叔阿姨在神韵 此同时 我们经常在社交媒体 政府宣传资料里面 都会见到一个叫俄潭湾的经济圈 应该这么说 俄潭湾半 其实就是这里 大家看看对面 我们很多时候去方村 回家 开车经过 其实就是对面 是的 看到一栋一栋楼 在那里建立 有立白中心 如果是看烟花的话 最精彩就应该是这个位置 因为太近 又看得不好 另外那个方向 已经是白天鹅贫馆 我会慢慢向那个方向走过去 亦都给一些美食旅游 推荐大家 其实就是在前边这一带 而除了白天鹅这个集团的国企 多餐厅在这里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集团 叫做南桂坊 也是在这里有几间餐厅 如果天气凉爽的时候 在前边坐着 在这条天桥底 上去白天鹅这条天桥底 那桥尾食府 就是南桂坊旗下 南桂坊就是桥尾食府旗下的一个餐厅 在那里坐着 一路喝茶 一路看着光景 是很好 前面有这个玫瑰芸西餐厅 对面还有桃圆軒 旁边应该没记错 就是桥尾旗下的其中一个餐厅 左边这个食国有桃圆軒 我就没去过 据说我自己 就喜欢一些比较有锅气的味道 我又喜欢左边这间 它是吃那些广州情怀的粤菜 这里原来就是沙面宾馆 让我看看是多少钱 如果说到在沙面島住的酒店 最美的当然是白天鹅 我认为是胜利宾馆的 沙面宾馆也是做了很久的 我在网上是找不到他们的酒店资料 可能他们没有上这些酒店平台 我们继续走 往这个方向走过去 如果往这个方向走过去 其实我一来是会见过 见到白天鹅宾馆 另外 亦都可以去得到黄沙海鲜市场 你继续往这个方向走过去 那边是西面 去到那条桥那边很容易 一步之遥就可以过得到 去黄沙地铁站 如果你走到也很累了 想回酒店 你酒店又不在这里 那当然要坐地铁走 黄沙地铁站 就是不二之遥 因为为什么呢 黄沙地铁站 是属于1号线和6号线的 先头我经过的文化公园地铁站 6号线和8号线 1号线是最老牌 你可以坐到广州东站 又可以坐到广州南站 铁一下鞋都得到的 各位观众 不想坐地铁 其实这里 都可以找到的士 比如先头我们走到碼头 那里 其实那里是很多的士 大佬在这里等着的 始终这里是老城区 你要去 只要不是去到太远的地方 价钱也不会很昂贵 这里进去就是 白天鹅宾馆 再往前行一点 就已经是以前的美国领事馆 在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海关的办公楼 再继续往前行 就可以去到黄沙码头 有机会有海鲜市场 但现在这么早 没理由海鲜市场 看你快点时间 其实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胃容量足够的话 8点半去喝茶 你可以不用吃太多 不用吃太多 你吃个蛋撻 吃个小点心 那里够饱 然后就在三面到这里慢慢游玩 就适合时间 11点 然后就过去 在黄沙海鲜市场 看看 适合就适合 不适合 就适合 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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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给大家看看 正前方绿色的楼 就是我们叫西城都会 即是领展广场 又或者是黄沙地铁站 大家来到西关游玩 应不住它 每一次见到都会跟大家说一遍 很容易应 前边这里就是以前的美国领事馆 现在是搬去珠江新城 上次那位白头发的女士来到广州 她要去吃饭 她也是去珠江新城的途徒居 而不是回来近西关这边的途徒居 没错就是这里了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给白天鹅分款用了 另外旁边这里就厉害了 这里就是一个日式料理店 吃一些很贵的寿司 已经变成这样了 沙面岛上也会有这些游览地图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 我们现在在西面 你要去哪些地方 全部这里都找得到 比如说沙面公园 白天鹅分款 这里还可以找到一些领事馆 波兰领事馆 就在开关大楼隔离的 对不对 沙面小学 又或者先头我们 这里沙面幼儿园 这个位置 就是先头我们喝茶那里 基本上我们要看的地方 大体上也简单看过 当然了 如果你要细品的话 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这里过去 其实这个位置已经是文化公园 再来 还有这边过去 黄沙地铁站那边 沙面岛简单走过 我们现在就回到地铁站那边 也指引一下交通路线 给大家看一下 怎样过去的 很方便的 还有我身后这边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以前的苏联领事馆 凭记忆的全部都是 1916年间 曾作苏联领事馆 苏联驻华商务式代表 广州办事署 我的记忆是准的 我们又走到岛的西面 在那里有一条桥 过去网沙地铁站的 前面这一个 那里有一条人行天桥 一路过一路过 对面呢 对面就是领展广场的 地铁站所在地 那大家如果想回去 吃西关老字号餐厅 在这里进去 其实围着兜都没问题 此同时呢 在这一带 是有很多 对面 是有很多那些 药材卖的 那些 什么 土福灵 之前带老婆去买的 沙重干 蚝市 你想得到的都有 如果你们不过桥 继续往前走 前面就是 黄沙码头 吃海鲜那里 有一件事情 现在就可能 是没有这么热闹的 但其实 黄沙海产 水产市场 其实一天 都是很旺 因为为什么呢 晚上它还会有 宵夜食 早餐 好像有些餐厅 还会有早茶 喝得多 但是如果你说 喝早茶 其实我建议 既然是这样 也是回来 沙面岛会好些 消费是会高些 但是 体验不同 这边这个 就是内环路 车来车往的内环路 我们有时候 驾车都会经过这里 在这里 过去坊村 也不是太远 其实在对面 有一块陆布 遮住那里 那里 其实是一个地铁站口 不知现在开了尾 这四季 四季 这里都不会缺少的东西 就是游客 很多游客 在对面地铁站走过来 是会方便一点的 还有 这里是沙基葱 如果 应该是 艇仔组 这个东西 应该是来自沙基葱 以前有些旦家人在 卖宵夜 就在这里 我证实了 地铁站口还没有开 那个F口 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们就会在这里 过去对面 走这条人行天桥 就能过得到去 如果你在人行天桥 旁边见不见 献血屋 那几个字 过去那里是大铜路 要去吴才记 就是那个网红炸云吞浦 就在那里走过去 现在我先过桥 再带大家走 至于商场里面 我就不行了 我们可能会绕着 领战广场 兜一个圈 向大家给一些美食 推荐大家 我过来对面 先头我都记错 这个才是F出口 F出口 是近网沙这边 要过去沙面那边 只能步行 我凭记忆 可能猪出口 未开放 这里美食都有不少 商场里面 有机会有 例如上面写着 火锅店 下面就有这个 很开心的 白白的点心 那怎么说呢 新派 新派 但其实 也有很多人排队 在这里吃东西 我觉得 既然回到西关 没有什么必要 既然吃得这么贵 不如过去对面 胜利宾馆 我们就会在这里 慢慢走过去 大铜路 只要去梯云东 各种都是这个方向 只要围着这个 领战广场转 就可以找到很多美食 在这里要去永庆坊 其实不难 等一会儿 告诉大家 大铜路 梯云东路这边 最多的批发东西 就是雪藏的食物 雪藏鱼 雪藏鸡翼 总之想得到 都有 潮山 鹅头 各种都有 当然是雪藏的 在前面 一直往前 这个位置 已经是大铜路 我们要去的云天面堡 就是在前面 在过对面马路 这样过去的 至于面前 这边 横着这条路 就叫做 梯云东路 其实我记得 西关的路 真的不多 但大概方向是记得的 在这里过去转左 就可以去得到 上下九步行街 来到西关玩 没理由不去上下九步行街 哪怕再有更多不同的想法 都应该去缅怀一下 沿路上 你会看到我先头所说的 动品批发的店铺 例如 鸡翅中 鸡厨 鸡脚 鸡胸肉 什么都有 在这里 除了我先头所说的 那个网红炸鸡蛋铺 即是不才记 其实也有很多食物 不过 既然也回到来 当然 那里 好好炒炒 也试试它 这里出来了 这个就是商场 大家记得 有个全家便利店 这个出口 一出离 然后 一个对面马路 看到老常海的云吞堡 和龙里进去 那就是吴才记 今天我就不进去 其实我也去过很多很多次 那句 好丑丑都试试它 如果继续往前走 大概方向是可以去到上下九步行街 其实上下九步行街 就是过方向 我们会在这边往左转 先头要都讲过 究竟怎样去 永庆坊 其实都很简单 我教大家如何去 商场里面 都会有指引 你问那些职员 他们都会告诉你 还有有写着 究竟哪个口出来 出来是怎样 大概是这边 过了很多餐厅 这个是 鸡煲食菌砖门店 这边 斜对面又有一间 这间的 这个是叫老答磅美食 又是新的 炭炉鸡煲 那块路牌上面 就是第十堡路 第十堡路 其实就已经是 上下九步行街 在那个方向一走过去 五分钟 就能够到 正前方一直走 可以去得到 橙木篮路的方向 即是文化公园的方向 往左转 这里就是上下九步行街 如果要去殷明路 重贵路 就在这里过去 这里就是商场的后门 我们正在走这里 叫和平西路 继续往前走就可以了 最快的方法 好像也不是后门 前边还有一个门 这两个都差不多 你可以记住 和平西路 很好的和平西 和平西 不太难 因为前边往右转 倒得到泳房 由于西方的路 最后可能会比较贵 沙面倒打的士也更好 如果你要打的士来西方 考虑一下 除非你很抗拒坐地铁 否则 要不然 你便建议坐地铁 或许多方便 因为地铁站 直接就能达到商场里面 我要去永康 坐地铁商场行举 其实更好 没错就是这里了 刚刚我们说过 这里是后门 旁边有个叫多宝路有远 其实我凭印象 多宝路好像挺远的 在前边过去的 这里 看到前边有条路 其实那里就过得到永康 很方便 上也会看到很多 医疗器械的店铺 因为近广医 广州医学院 广医是广州医学院 在那里路过去 就是永康 面前这条路 打横的路 就是重贵路 之前说过 有个很好吃的猪手面 在那里走前一点 走到去近 往沙大道 便到了 前边一点 在商场出来 都是很近的 你记住重贵路 便可以 再来 继续往前走 这条路 现在已经整好了 就可以去到永庆坊 你只行邮车 转右 其实差不多 我自己习惯 就喜欢转右边这儿过去 右边这儿 而且你看路牌 路牌也是会有写的 永庆坊 尖天游古居记忆本 粤剧博物馆 就是永庆坊 这个方向过去 很方便的 离地铁站超级近的 地铁站走过去 商场出来走过去 十分钟点都能到 是一个工作日的 早上 所以没什么游客都很正常 但如果去到周末的话 你跟着人流 就对了 那些人拉着行李箱过来 永庆坊 我作为本地人 我觉得 你傻的吗 是不是 如果不是拍摄 我都不会经常来的 但其实对于一个游客来说 其实我觉得 好好找到去一下 看看什么样子 在黄沙地铁附近 有很多要玩的 一方面又可以对面三面岛 看看那些欧式的建筑物 喝个美好的早茶 又可以去看看这些 民国风的建筑物 又或者在永庆坊里面 虽然有一种说法 就是 虽然味道会比较浓 但是 来看看 应该是因为你在游客 就在这里过去 已经看到入口 很近 这里就有一个 很大的巴士站 6号车巴士在这里 我还可以坐巴士回家 但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这里也会有地图 整个地图 所有你都可以看得到 重贵路 我们现在就在重贵路 对不对 其实第十堡路 和和平西 红来正街 其实是平衡的一条路 我们应该大约在西城高河一边 大约在这个位置 大约在这个位置 没错 这个位置 哪约又近 约华林寺 各种都是很方便的 一旦慢慢玩 又可以去得到 荔枝湾冲 荔枝湾冲就是 龙津路的方向了 好了 今集影片到这里结束了 我也是时候要回去了 大家如果去到 五一节假期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回来游玩 到时会有很多游客 但酒店的价格 肯定不会太便宜 大家要注意到 但价值的 好玩的 下集见 不忙分享影片给你的朋友 和帮我点个赞 下集见 我去坐地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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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